不过也要来看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肖美琴 这一次参选 他们不是都强打说 肖美琴有国际人脉 而且有不错的外交成绩吗 包含像之前COVID-19期间 美国提供台湾疫苗 民进党认为肖美琴 真的做了非常多努力 不过国民党立委参选人许巧新 他有不同的角度 他拿出了一份 本来预计是在2026年底 才能够解密的政府文件 这内容里面是讲到 印太经济框架 IPEF的内容跟进度 里头就提到了 台湾就算开放萊猪 还有日本福岛的食品 还是没有办法加入IPEF这个组织 因为美国不支持 石巧新就拿着炮轰小美琴 说在面对美方的施压 就抛弃国人的食安 对此小美琴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会议 这么早来开会是讲了些什么 是讨论选战吗 没有啦来接待外宾 一早现身民进党部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小美琴 忙选举人心系外交事务 前一天电视台专访更提到 担任驻美代表期间 向美方争取疫苗的内幕 很多人说怀疑美国 到底有没有挺我们 你看看这个我们 我们插队 对 我美国是第一个捐赠给 我这这是优先捐给台湾 相调疫情那段时间 美国展现力挺台湾 关键时刻送疫苗 不过国民党也拿出证据 指一如果美国真的那么挺台 为何不让我们加入区域经济组织 我们吃的莱猪 我们开放的福食 那实际上面 其实这是付出了很多的政治代价 但是美国仍然不支持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记者会上直接公布的这份文件就是行政院经贸台判室与美方交涉加入IPEF的事前参考资料 其中内文中还指出传闻美方认为其他国家对台湾的加入恐怕惹怒中国 小美琴这也成了蓝银炮轰重点 我们下定的疫苗有一部分甚至付了钱 却迟迟没有到货 所以我们当然心怀感激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询问 为什么钱给你了 你也给出去了 我们最后还是要去插队 去拜托国际的友邦捐赠给我们 国民党是真的不知道是精细是何系 当世界目前都在走印太战略的时候 就说国民党还在强调所谓的九二共识 还在警报九二共识 含有这个一中原则的这个牲畜牌 那么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外交陈子一意知是萧美琴的强项 如今被蓝银指控是宠猫 如何回应爆料或许能展现战猫的智慧 华视新闻另外允智刚罗大伟红席与台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